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搞这么隐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个找我 是不是因为栖息 栖息之事 不要再说了 我是说 假如 眼前 有两条路 一条路 对你我 都有好处 另一条路 会让我伤心 她要不就是要跟姑娘道歉 要不然 就是要跟你诉说中差 这第一条吧 当然是好的 这另一条也未必会让你失望 你都听说了 反正满大街都在传 也好 那我就直接说了 可否帮我做女儿徒 好 新思路的设计师 并不擅长这种下 下层百姓的风物 但好多的画师 都在南城偷偷地自己做 所以我想请你 帮我请回首许 当然了 合作成功少不了你的好处 好处 这笔女儿徒订单的利 我可以 打住 我对这笔利润 不感兴趣 也罢 那我其他产业的股份 第七 那你开个价码吧 好 咱俩合伙开个商号 来做这女儿徒 我四你六 别说我胃口太大 我虽然只是画匠 这其他的原料啊 工人都有你负责 但我当初在新思路时 你可是跟我说过 设计是灵魂 你见过便宜的灵魂 成交 行 那就给商号想个名字吧 青龙号怎么样 简单直接又霸气 你我名字一绑 倒是不会再分开了 这还不懂啊 在你名字里取青 在我名字里取龙 简单直接立一绑定 就这么定了 什么字 大得过龙字 好名字 咳 好死